是的 我们的宗教信仰跟其他国家不一样 每个国家都不一样 而现在如果你按西方体系来看的话 他们科学那么发达 但他们依然愿意让宗教存在 那是他们的需求 社会需求 而从咱们这个角度来说的话 中国古时候因为我们有祖先崇拜 有信仰的加持 所以 谢谢 有信仰的加持 因此我们的宗教融进来以后 它就变成了另外的一套样子了 它是要受政治的服务的 所以古时候中国是皇权至上 而不是像西方那样教权至上 没有哪个好哪个不好 千万这个心态要摆明 如果你现在就上来就抨击 你这中国人没有信仰 那再多看看书吧 谁说信仰必须是宗教呢 对吗 就这个概念你们谁能给我解释一下 就如果觉得我这个说的不对的话 可以啊 我现在这就是我个人的认知 可以抨击我 没有问候问题啊 但现在我就想说一下 为什么信仰非得等于宗教 这是谁规定的 对吗 就像当年莫子去批判孔子的道理是一样的 莫子批判孔子是什么 孔子认为人和理就是核心 做人必须要先讲人讲理 那好 孔子的这个理本身就有问题 因为孔子的理是周理 周理就是强调等级的 所以当年莫子去批判孔子的时候 第一句话就是这个 你先给我解释一下 凭什么人要有等级 等于一下就把儒家的根给铲了 大家能听懂吗 当年莫子怎么去批判孔子的 孔子不是讲理吗 那吧 讲人和理 人爱和理 理就是周理 那周理就是等级 那吧 天子什么几个顶几个鬼 诸侯几个顶几个鬼 那莫子为了批判孔子们 一下铲了儒家的根 你给我解释一下 这个理是怎么回事 凭什么人要有等级 你给我解释一下 人为什么要有等级 为什么不能平等 对吧 所以你看 墨家后来提出了什么 墨家提出的是 兼爱 就是爱无差等 兼相爱 人和人 爱是一样的 甭管你是天子 你是诸侯 你是平民 你是一样的 所以这就是 对吧 你给我解释一下 理为什么是存在的 所以这道理是一样的 你凭什么说信仰 必须等于宗教 凭什么说中国人没有信仰 因为中国自己诞生的宗教 并不是说非得人人笃信 我们就没有信仰了吗 不是这样的 所以你看影响世界的名人 在西方体系当中 他们会先把这些宗教人物 排在前方 而孔子在西方的体系当中 也被认为是一个宗教人物 称之为儒教 但其实我们今天并不认为 孔子的儒家是个宗教 对不对 因为儒家确实 它不是宗教 我们后来这两千多年的 中国历史上 去遵奉的这个儒家思想 它不是孔子真正的思想 它是杂柔了百家的思想 那是汉朝董仲书干的 孔子只作为一个标签 一个符号而存在 中国不需要宗教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有祖先崇拜 我们有信仰 我们每一个中国人 根据我们的地理环境 根据我们的这种 生活的这个文化圈子 我们会尊重我们的祖先 我们有山神 我们有自然之神 我们有大地之母 这不就是宗教了吗 这不就是我们的信仰了吗 我们尊重我们的长辈 尊重文化的传承 我们一提到自己故乡发生的事情 会为之振奋 这不就是信仰吗 谁非得说宗教才等于信仰 那是不是当认为宗教等于信仰的时候 本身这个观点是不是就有点窄了呢 对吧 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这个影响世界进程的100个名人排行榜 我为什么要先给大家讲这个东西 因为你会翻到这本书之后 你去看啊 就咱就从前11个人来看 穆罕默德 牛顿 耶稣 释迦牟尼 孔子 保罗 蔡伦 古腾堡 哥伦布 爱因斯坦和这个巴斯德 这下边那几个人就是从6到11 基本都是科学的 但前几个人物基本全是跟宗教 或者跟思想方面有关的 哪怕牛顿大科学家晚年都是研究神学的 对吧 他依然是信教的 不影响牛顿信教 所以这些在西方体系下的东西 我们要辩证的去看待 这些名人啊 大家可能很了解的就是孔子 那你看看孔子在西方人 把他排到了这个第五名 100个人把他排到第五 你去看看是为什么 那么这样的话 能够让我们得到一个更加立体的孔子 因为孔子不是中国的孔子 是世界的孔子 对吧 中国文化 他既是中国的文化 也是世界的文化 我们一定要有全球史观 这本书我再放到这儿 大家如果没有拍过的话 一定去看一看 不是因为他是西方人写的 我才推荐 而是因为我们不能只看自己写的历史书 因为那样的话会有点局限 同一个事情 你叫他鸦片战争 而为什么西方人管他叫通商战争 我们是都对吗 他们是都错吗 未必去看一下 而且如果有人质疑我这个的话 那可以去看一看高中孩子的考卷 那里边也会让孩子们去分析 中国当时哪做错了 西方当时哪做对了 而不是单纯的煽动民族仇恨 或者是历史的仇恨 哎呀 他们打我们就不对 咱们就应该仇恨他们 怎么着 不是这样的 真的不是 平和一点 多看一下 这才是最重要的 来影响世界的100个名人 大家可以去拍一下 这个书籍呢 我们把里边的中国的人啊 给大家念一下 比如有孔子 然后呢 有蔡伦 你看蔡伦能排到前十 这就是造纸术的意义 首先大家先知道 蔡伦在中国历史上 并不是一个特别正面的人物 先跟大家说一下 蔡伦的结局 大家有知道的吗 可以打在评论区 可以打在评论区 蔡伦在历史上真正的结局 参与宫廷斗争 他东汉的嘛 参与宫廷斗争 后来还失败了 最后被刺毒酒 那就死了 但是蔡伦的这个造纸术 在世界场合 为什么会 能被排到第七 大家能想要被排到第七 对吧 蔡伦最后是被刺死了 那因为他参与宫廷斗争了 想费力皇帝 结果还失败了 当然他不是主谋 他只是个参与者 我跟各位来说一下 还是又回到了 我的艺术的这个领域 有这样一件事情 叫Renaissance 就是文艺的复兴 文艺复兴 大家想一下 如果文艺想复兴 你必须要干嘛 在当时那个年代 500年前 你必须要干嘛 你要传播文化 对吗 那么你想 口口相传 跟这种落在纸面上 往这一贴 过往人都能看一眼 哪个影响力更大呀 是不是往这一贴 当这个文化 我落在纸面上 写成大家都能看得懂的东西 画成大家都能够看得懂的画的时候 这样它的传播的效率会更高啊 对不对 因为你说的话 你只能一个一个说 一个人在跟不同的人说 对吧 它这个面积 虽然也是在不断的展开 但是慢呀 对不对 古事的人们可不像今天 能到处见面 到处走 那时候交通不发达嘛 所以更多的时候 就是要靠文化的传播 靠这种书籍纸张 对吧 或者就是一个表 一个表的这种传播 所以蔡伦的造纸术 在西方人看来太好了 就因为你有了这个东西 我们的文艺复兴就他们啊 我站在他们的角度说 他们的文艺复兴才能够有这么多的这种书籍 大量的印刷传播 包括其实还得加上印刷数呢 对吧 还得加上印刷数 印刷数 北宋毕生的印刷数 那你说有蔡伦咋没有毕生呢 我来再跟大家说一下 看到第八个人了吗 叫古藤堡 蔡伦不是排第七吗 古藤堡排第八 这翻译成古灯堡啊 古藤堡古藤堡一样啊 这个人我告诉大家啊 蔡伦 不是那个毕生 是泥活字 对吧 是泥活字 古藤堡发明的叫同活字 而中国文化恰恰 我跟各位说一下 不适合活字印刷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可以想一下啊 我们的文字 其实更多的是象形文字 对吧 是图画改来的 是象形文字 而西方文字 它是什么 是拼音文字 那你想拼音有多少个呀 对吧 比如说咱们就以英文为例 就26个 对吗 汉字 哪怕常用汉字 到今天啊 3000多 整个现代汉词典里边 10万 10万加 希望我们 那么 你想一下 你拿活字去印刷 方便吗 并不方便 你去那个三层 给我找一个 叮叮叮的叮 对吧 你去地下五层 给我找一个那个 串底下的串 对吧 你去哪哪哪 给我找一个某某个字去 对吧 你还不够减字的呢 字太多了 但是反过来 拼音就26个 对吧 我刻一堆A 一堆B 一堆C 去这边拿A 这边拿B 那边拿C 对吧 它就很快 所以拼音文字 更适合用活字印刷 而 这个毕生的倪活字 跟古腾宝的同活字 几乎同时出现 那就是200年之内 同时出现的 所以说 毕生就没有入榜 因为西方也有同活字 那 一看有蔡伦没有毕生 原因就在这 老子有的 老子有 老子排50多吧 我没记错的话 好像是 我确认一下 老子排73 说错了 老子排73 有老子 来大家 这本书建议可以看一看 往小了说 孩子们可以积累一点 这个写文章时候的素材 往大了说 去看一看 一个人物 不同的角度 不同国家的人 是怎么去看待他们的 增加辩证思维 成年人也一样 我们今天在社会上 要接触各种各样的人物 对吧 我们要接触很多的人 那你当接触这些人的时候 你如果只是站在自己的角度 去看的话 难免 你可能会错过很多机会 就像我们今天看一个人 五分钟的短视频 这人不行 他怎么着怎么着了 你可能真的错过了一个 很好的机会去学习 去认识一个更广阔的天空 生活当中 看到一个人 他今天可能就是 干了一件 你不喜欢的一个小动作 你就把这个人pass掉了 但没准这个人 他可能是你的伯乐 是你的知音 所以不要轻易下结论 我们的历史人物 在国内的版本当中 早已有结论 而我们也可以去看一看 其他的这个角度 就是打开我们的视野 从宏观的角度看一看 同样的一个人物 不同的国家 不同的立场的人 会怎么去看待他们 这种辩证思维 其实就已经是哲学了 哲学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处处存在 这本书大家可以来拍一拍 全球通史一样的 这种全球史观 这种更宏大的 这种角度去看待我们的世界 来 这个是榜样的力量 这是名人 还有类似的书 这更适合小孩子们来看 就是榜样的力量 这个书我也是先从小了说 孩子们看这个书干嘛呢 可以根据不同的这种篇幅 来给自己攒一些写作的素材 你看比如说有坚毅篇 有责任篇 勇气篇 乐观篇 智慧篇 好奇篇 和爱心篇 我比如说就后边这个坚毅篇 比如说梵高 张谦 建真 司马谦 查理 毕生 有毕生 然后汉尼巴 米开朗基罗 然后这个威廉 还有李冰 正那个那个 都江燕那个 你看这些是监义篇 比如说孩子们下次再要写某些命题作文 你需要举例子的时候 你就可以找嘛 今天这个是要让我们坚持 让我们不放弃 那这些人物 你不就可以用上了吗 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这套书的一个好处啊 而且很适合小孩子们来看 这是楷书 大家都知道 那个光头那个大叔特别有意思 那个人 大家可以来看这套书籍 家长陪着孩子看也很好 而且是带有一定的教育意义 我自己在看这个书的时候 我也特别振奋 因为它里边这个文字写的特别的好啊 很有那种激情感 比如说牛顿啊 来 来看这 1936年的一天 在伦敦著名的苏富比拍卖会上 有几个贵族 高价卖掉了一个装满纸稿子的旧箱子 他们没想到 竟然有人 肯花这么多钱买一堆纸稿 这时候一位白发老先生 出现在他们的面前 告诉他们 如果我是你们 我就绝不会把这一箱手稿卖掉 这都是无价之宝 是属于整个人类的智慧 你看 就这种一个开头 对吧 就已经 如果放到我们的日常写作当中 就已经是非常好的一个开头了 那么 你不用去照抄它 但你可以去想到这种写法 比如下次我要再去写一篇作文 要需要去用这种引子的时候 你就可以把这种说法写出来 对吗 用这种更宏观的角度 因为我们有的时候 小孩子说大人话 可能会让人觉得特别高 对吧 但你看这种文字很质朴 没有任何的那种华丽的词枣 但是非常有力量 为什么 因为他告诉你了 就是我站在世界的角度 全人类的角度 对吧 你这种角度的话 本身就已经拔得很高了 那么就会让人对你的文章高看一眼 而且你不一开头就抛观点 对吧 你只先用一个故事引人入胜 这就是很妙的一种写法 这个书籍 家长们可以带着孩子们看 你每天晚上给孩子念一小段 对吧 旁边还有这个 一些知识的这个迁移 无论对他的物理啊 对他什么都有很大的帮助 最后还有这个名人的一些小知识 然后这些图片 大家也都放心 我们都检测过啊 都看过 不是那些读教材的插画 完全放心 可以给孩子们拍 这八本书合在一块 给孩子们讲一百个名人 无论是你出去 孩子们做那种什么 那个演讲报告 或者大人也一样啊 做演讲报告 您给您的员工 给您的同事做分享的时候 都可以引用到这里边的 这个这些人物 活生生的例子 我一直在强调一点啊 输到用时方寒少 这话谁都懂 但是每当一到 我们这个说要既性发挥的时候 其实绝对不是真正的既性发挥 而是什么 而是你平时的积累 没有任何一个人 能够真正的既性发挥出来 对吗 有人跟你说 你要提高既性发挥的能力 这就是一句正确的废话 那怎么增加你的既性发挥的能力呢 一定是来自于日常的积累 所以老把输到用时方寒少 这句话挂在嘴边 这只是一个开始 一定是要靠日常的积累 而且对于大人们来说 咱们确实读书的时间会少一些 这是真的没有办法 因为工作确实很多 但是我们对下一代 对孩子是可以进行一些 很好的引导的 每天抽个10分钟 20分钟 我就陪孩子看我书 或者你看你的 我看我的 咱们以后最后交流5分钟 这时间绝对抽得出来 家里人绝对有人 至少一个人抽出这个时间 绝对可以的 但是给孩子引导是不一样的 为什么呢 因为您如果只是把孩子的书买完了 去给你买了一堆书练习册 去做吧 去写吧 其中看你考试成绩 这没用 孩子一看 您跑那边把书给完他之后 就去学书玩游戏刷手机了 那孩子内心的想法会是什么 我也要快快长大 长大以后我就也能够 那么去玩手机 没有人管我 不用读书不用学习了 那这种引导是不是很不好啊 而潜移默化的引导 绝对比那种直接 跟他去说一些东西的影响 是要更大的 对吗 所以希望各位家长 在我们这买书 我们很开心 但千万不要把买完书当成结束 而是要当成开始 并且如果可以的话 希望您来我们的直播间做客 听一听 或者在网上找一些那些 哪怕是我们的那个截屏啊 都可以 这样的话 您让孩子来听一听 让他知道读书的乐趣 小朋友们平时 看的这些知识 能够在生活当中用出来 比如说今天咱们就走到一个公园当中 孩子看到一片树叶 就是从DK百科上 看到了某个植物 这个叫什么植物 它是裸子的 这个植物被称为活化石 它叫做水山 然后怎样怎样 这种时候 其他的家长 别的小朋友们 会投来那种艳羡的眼光 而且同龄人之间对他的赞许 其实可能不太有用 甚至同龄人可能不会赞许他 就是那些孩子的朋友的那些家长 哎呦 你那孩子真棒 这种是一个非常好的正向的激励 每一个人自己喜欢的东西 其实都是从这些成就感当中得到的 我从来不会去说一个人的虚荣心有什么不好 我自己觉得每个人都应该有虚荣心 而且虚荣心只要掌握在一定火候特别的好 因为有了虚荣心你就知道你要什么了 你就知道你该往哪去进步去努力了 那么会不断的正向的激励和刺激你 这就是一个良性循环 所以这些积累对于小朋友们来说特别有用 他真的不一定在哪个时候 他的一个历史知识 一个地理知识 一个小人物的故事就能够刺激到他 他为此就继续努力 没准将来在这个领域就成为他终生为之奋斗的一个点 就算不是他的工作 当成一个终身爱好也很好 真的是这样 所以这本书啊 就这套书 包括名人排行榜 大家可以根据孩子的年龄来拍 如果出高中了可以拍这个 大人也可以看这个 如果您是希望给小孩子啊 幼儿园的或者小学的来这个说的话 可以拍这个书籍 而且这个书更适合亲子共看